往后看 生活中总能遇到很多的细节 让人心头一暖 近日在河南的商丘 一个烤肉店的老板关门闭店 要回家参加堂弟的婚礼 因为担心老顾客来会扑空 于是他在店门口贴上了 加油喜事休息两天 洗堂自取的字样 并在门上整整齐齐地贴上了 大约80个棒棒堂 让大伙沾沾喜气 那有了哥哥的这份甜蜜助攻和祝福 我相信那位堂弟一定收到了不少 不认识人的隔空祝福 在这里我们节目也祝你百年好合 往后看